下个礼拜学生们即将开学了 书澳海市也举办了兴盛训练 为了打造友善校园 以及关心学生们交通的安全 国际私质会300A5区 特别在书澳海市举办了一场 校园反读 反霸凌 还有交通安全宣导的活动 这次是由书澳私质会来做主办 还特别邀请了书澳分局 针对辖区内叫危险的路段 来进行提醒还有宣导 而为了增加学生们 对宣导内容的专注力 私质会还特别提供了多样的礼物 要送给学生们 今天我们新生训练 配合新生训练 然后我们这个书澳的私质会 然后也很热心的为我们来举办 这个反读反霸凌的一个宣讲 那也是希望让我们的新生 能够在这一次的讲习当中 能够真正去领略到 这个反读反霸凌的一个意义 而不是落于形式上的一个说明而已 那苏澳私质会这次也很贴心的 提供很多的一些有奖真打的小礼品 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更踊跃的听讲 更踊跃的来回答一些问题 那我们苏澳私质会基于响应我们国际私质会的总会的走入社区服务人群的理念 然后来跟我们苏澳海市水产职业学校配合他们的新生训练 举办这个校园反毒反霸凌 还有反诈骗跟法律尝试 还有交通安全的宣讨活动 国际私质会300A5区第七专区的主席陈定国 结合了宜兰县各私质会的力量 来到校园宣誓反毒反霸凌 要打造友善的校园 更希望孩子们在面对诱惑 能够勇敢剧毒 别让毒品危害他们的一生 最重点的是我们私质会 是一个服务社会的一个团体 很不简单 这一次是我们宜兰县 二五七专医院二十几个分会的会长 一起都到 这就是代表我们一个团队的精神 一人新闻记者来下午采访报道